记者来军心领知会SG小组高小报道 好来看到今天清晨受到的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但水只有14.5度还是蛮凉的 创造入手以来的新低温记录 现白天开始温度是逐渐在回升当中 但是明天晚上又有另一波封面要来报道了 温度又会再度往下滑 而这个星期五就是立冬了 饭店抢推冬立进补套餐 要来暖暖顾客的胃 热腾腾的面线加上又是一样爆炒的苦茶油 冬令进补这一味能让你软软味 那苦茶油就有那个东方的那个橄榄油的名称 苦茶油有故味 对啊这样子下去做料理的 不像麻油燥热苦茶油较温 另外还有用药膳炖煮的土鸡汤 里头有红枣枸杞也很养生 再加上姜母鸭进步餐点全到齐 饭店抢推进步套餐 因为这周五就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冬 代表正式进入冬天 而气温也已经反映出冬季前兆 周三清晨淡水只有14.5度 是入秋以来的最低温 而基隆16.7度也是当地今年新低温记录 但白天开始温度正会逐渐回升 今天白天跟明天上半天白天呢 都是东北季风减弱 所以整个水气也比较少 天气看起来是比较晴到多云 礼拜四下半天一直到周末 东北风都是一鼓一鼓的 那水气呢也是一波波 那到礼拜天的水气会稍微比较多一点 东北季风接力报道 这周六日北部天气都不太好 会有局部转战向雨 中南部虽然行劳好天气 高温超过30度 但早晚温差大 外出还需要加件搏外套 以免着凉 记者林一杰林伟伦李美轩台北报道